原标题,上台两名就如此惨败。 民进党输在《不得人心》、新华社台卫11月25日消息,台湾地区有黑一选举于24日进行投票,选举产生22个县市的县市长、议员以及乡镇长、春里长等,据台湾当局选务主管机关的票数统计。 在22个县市长中,中国国民党获15席,民进党获6席,另有一席维武党席,这次选举结果可以行销地称来绿地变蓝天,国民党从民进党手中直接夺取了7个县市长席位,分别是高雄市、台中市、宜兰县、展化县、云林县、嘉义市、澎湖县。 在备受关注的高雄选战中,国民党韩国瑜胜出,打破民进党在高雄连数20年执政的神话,岛内两次选举情况对比,而民进党赢下的县市面积,约占台湾总面积的23%,而这些县市的人口数之,约占台湾总人口数的26%,针对民进党此次摒摆如山岛的选情。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,已宣布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,而台当局行政部门负责人赖清德和蔡办秘书赏陈徐,也已向蔡英文后头请辞。 在选举期间,岛内有句很流行的话,现在台湾最大的党是讨厌民进党。 从这次选举的结果来看,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。 九合一选举常被堪称,是对台湾执政当局的现任投票,之前的陈水扁和马英九执政时期。 民进党和国民党,都是在第二个热期,才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输。 但蔡英文帝,一个人细干过半,就在九合一选举中输的捆不成军。 这显示出,蔡英文是台湾开始竞争选举以来执政最差的一件行政当局。 现在原本是国民党最弱的时候,它被剥夺了荡产,内部还不团结,是韩国瑜在高雄镇毕一呼,重新拉起了国民党的士气。 但很多分析认为,这次国民党大胜不是因为它已经恢复元气,而是蔡英文和民进党执政势力热落台民众,很多人是民进党为骗子,您投谁也不投民进党,才让国民党扩大了营职。 这一次民进党上台以来,在岛内拼政治,搞清算,在两岸之间拒绝承认九二共识,是两岸重新回到对立,他们的心思没有用在和平发展上。 这与台湾的基本民意是抢着来的,民进党自己忘了台湾民众到底想要什么,以至于这次丢了大量中间票和青年小,九合一选举本来不怎么设两岸一起。 但是这一次民进党大打两岸牌,也恰好说明操弄两岸对立,这一名民进党,曾屡试不爽的招数大适议去。 2012年,蔡英文输给马英九十,民进党高层就曾表示,要反思该党的两岸政策,但是他们的这个记性并没有珍藏,希望这一次民进党能够吸取足够的教训。 美国此次也深度介入了台湾九合一选举,美国官员指责大陆干预台选举,为民进党帮枪,选前美国军事上及在美台关系上的动作,为陆营广泛戒毒为挺台湾民主。 但民进党大败反,映出美国对岛内民意的引导力是有限的,美国的态度只是影响岛内政治生态的力量之一,而且这个力量呈下降趋势。 但是,操弄意识形态,投靠歪步顺利,蔡英文当局惯用的这些手段,都面临了严重瓶颈,这是九合一选举结果发出的清晰信号。 民进党恐怕只有走出这样的闲门歪道,认真会引导内民众的和平与发展的诉求,调整该党的政治路线和竞选策略。 否则的话,该党在台湾的路必将越走越窄,大陆不会走具体干遇到内政党斗争的路线,但大陆会坚决反对岛内政治游戏,导致台湾对国家的离心倾向。 随着大陆越来越强大,通过对抗大陆来营造在岛内的政治资本,注定是没有前途的。 对于选举结果,国台办法言人马小光表示,我们注意到这次选举的结果。 这一结果反映了广大台湾民众,希望继续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,希望改善经济民生的强烈愿望。 我们将继续坚持九二共识,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,团结广大台湾同胞,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。 在对两岸关系性质,两岸城市交流性质,有正确认知的基础上,我们欢迎台湾更多县市,参与两岸城市交流合作,来源,新华社,查考消息,环球网,环球时报等。 再次准备,这次准备了,新华社,查理一下我们使用这些选举的结果。 我们的工业,新华社,查理一下我们的灰金,新华社,查理一下我们的灰金,新华社,查理一下大家的方法。 新华社里,新华社,庾巴,新华社,查理一下我们的灰金,新华社,查理一下我们。 する理计则上开简单的时间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